最近这张图在朋友圈沦陷了 右边的姑娘是今年特别火的女团选秀节目 创造101中的王菊 以双大长腿夺人眼球 纤细的腰部隐约还可以看到马甲线的影子 网友纷纷表示 也就100斤的体重吧 来一张王菊之前的照片 三脸震惊 这粗壮的大象腿 这鼓粗的小肚子 只要撑破衣服的身材 那位走错场的大妈 据说当时王菊的体重大概是130斤 直接埋没了她165的身高 再看这张马平喷勃出的贵妇气质 粗壮有黑胖 再加上蓝色的皮草 这真的是青春偶像女团的成员吗 可能她自己也知道 她在一群白兽妹子堆里是多么不合群 站在一起的对比 简直不要太扎心 但是人家现在瘦了 瘦了 瘦了 据传瘦了将近30斤 羡慕极度恨 不要太明显 那么她怎么瘦的呢 重点一运动 作为几破头准备出道的女团小姐姐 每天训练量自然是特别是大 想不瘦都有点难啊 平时生活中 我们不可能全天用于运动 但一天至少要保证30分钟的运动量 每周还要有三次左右的有氧运动 重点二饮食王菊瘦身最大的原因 就是她三餐的主食 基本都用蛋白质来代替碳水化和物 少油少盐 多吃水果和蔬菜 绝食小便一直强调是不可取的 否则体质下降后 减肥效果也是会反弹的 并且她晚上6点30以后 就绝对不吃任何东西了 重点三发型这个问题很关键